导演毛卫宁对演员王雷能有多偏爱 期不期的男一号全是王雷 包括大热的宫心李延年这一单元 自从能文能武李延年播出后 被很多网友称为国产战争剧的天花板 而剧中的细节部分更是处处彰显了经历 这背后自然凝结了无数人的辛苦和汗水 那么这部神作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 李延年这部分是讲抗美援朝的 当总导演郑小龙找到毛卫宁之后 八个故事中 毛卫宁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李延年这个单元 一是因为他本人是双重军属 他的父亲是军人 而且是和黄继光是一个骑兵年的 而他的太太也是军人 因此他对军人有很深的感情 二是因为毛卫宁的团队这些年 一直在创作的方向就是军事战争题材的 驾驭起来更容易上手 导演毛卫宁最终确定了拍摄人物之后 就通过其他途径联系上了李延年老先生 特意到李延年先生家拜访 进行了深入长谈 再结合很多资料 就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其实导演最开始是希望做成 人物传记的形式 但实在是篇幅很有限 最后经过多方开会讨论 选取了李延年先生的高光时刻 也就是夺取346.6高地的这场战争 在拍摄过程中更是尽可能全方位的还原 拍摄的时间很有限 只有30天 因此所有的演员每天早上都要进行训练 以此来保持这种状态 其他工作人员布置转换高地场景时 演员要在战壕里休息 而开机的时间和当时战役的时间差不多 这些演员都是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战争 为了保证拍摄进度更加顺利 正是开拍前所有的戏都要走一遍 全景式的打一次 用了9台机器还有一台航拍 然后再一段一段地拍 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 拍出来的战争画面才会如此的一真 《功勋》中的能文能武李延年播出后 受到一致好评 很多人觉得李延年有李云龙的军事才艺 又有赵刚的素援 在剧情刚开始 李延年就有一个16分钟的高光时刻 是一段激情澎湃的读摆 很多人看完后被感动 而李延年这个人物也从开篇就被立成 战争即将打响 小战士却当起了逃兵 他害怕不能回去照顾自己的亲人二妞 连长大怒想要避了他 但却被李延年制止 并连抛三个问题 你们想不想亲人 你们为什么不回家 如果美国的飞机炸的是你的家乡 二妞还能保得住呢 直击人心地扣问 发人深思 而祖国会激造我们 秦人会感激我们 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 是我们让敌人知道 我们这国家无比强大 不容其容 这段坑枪有力的回答更是展现了志愿军的应有不思 为了这16分钟的高光片段 毛卫宁竟然耍了个小寂寞 在还没进去的时候 就告诉王雷 我们是按照设计拍摄的 没有感受到战争 因此在服装上就分外用心 志愿军的衣服先做旧 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再次做旧 绝对不能出现战场上士兵的衣服一尘不染 而所有演员的头发也必须剪短 还要演员互相理发 毕竟条件在那里放着 不可能出现整齐统一的发型 而拍摄抗战戏是一件极其浪费体力的一件事 因此演员们都要进行军事化训练 学习卧枪 扶服前进 投掷手雷等动作 道具组除了准备枪支 还特意买了两万个弹壳 把这些弹壳埋在土里 还原当时战争过后的惨烈 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场 导演并没有选择在影视基地拍摄 而是剧组在演技自己找场景 自己布置场地 用一个月的时间还原 346.6高地 挖战壕 修防爆仓等 而演员作为这部戏的核心 也是在拍摄时面对种种困难 尤其是在拍摄火烧人的场景时 演员需要穿着厚重的防火服 擦着烫山膏来完成爆炸烧伤的戏份 拍摄完之后还需要立即灭火 可谓是危险性十足 战争戏自然是离不开爆破戏 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 摄影师和演员在开拍前 就进行了多次练习走位 与此同时更需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否则被擦着碰着就不好了 而导演团队的创作初衷就是 展现人物身上的不平凡 但不平凡当中还有平凡 不要喊口号 要追求真情实感 也难怪观众看起来这么真实了